我们万民由忠敬爱 全球一致忠诚的一代伟人 总统蒋公因心脏病突发而奔除了 1975年4月5日 纵横中国近半个世纪 一生大起大落的蒋介石 在直居台湾近30年之后告别了人士 当天晚上春雷和空大雨倾盆 传言纷纷百姓惊疑不定 台北街头一片肃穆冷清 电院停业致哀 百姓披麻带笑纷纷涌进国府纪念馆 瞻仰蒋介石的最后一面 尽管宪法自有规定 但是谁都知道 台湾政府的权力即将落在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身上 副总统严家干刚刚上台就要下台 蒋介石的遗体站错桃源雌湖 这里据说神似他的故乡 浙江凤化县西口镇 质量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